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后来又拯救了人类 做了人类的赎罪迹 到没了它还得征服人类 彻底把人类拯救出来 恢复人缘由的模样 缘由的模样 它从世道中做的 就是这个工作 恢复人缘由的形象 恢复人缘由的模样 它要建立它的国度 要恢复人缘由的模样 恢复人缘由的模样 恢复人缘由的模样 就是指恢复它在地的权柄 恢复它在所有收藏植物中间的权柄 人被撒旦 败坏之后就失去了 敬畏神的心 失去了手造之物 该有的功能 都成了被一身的仇敌 人都活在了撒旦的泉下 都受撒旦的摆布 受撒旦的摆布 因而身在手造之物中间 就没法作骨 更不能获得手造之物的敬畏 人是深造地 本是应该敬拜圣地 本是应该敬拜圣地 而人却与身背道而驰 去敬拜撒旦 撒旦成了人心中的偶像 这样神在人心中 就失去了地位 也就是失去了造人的意义 所以神要恢复 他造人的意义 就得恢复人缘有的模样 脱去人的败坏心情 将人从撒旦手中 彼此生的过渡 最终将那些悲逆之子 彻底毁灭 也是为了人能更好的敬拜神 更好的在地上生存 更好的在地上生存 他要见的过渡 他要见的过渡 是他自己的过渡 他要的人类 是敬拜他的人类 敬拜他的人类 是完全顺服他的人类 是有他荣耀的人类 是有他荣耀的人类